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们今天先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中国的另类麦田圈事件 说它是另类的麦田圈是因为它和一般的麦田圈不太一样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 成都琼来市的一块约五平方公里的山脊上出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奇怪现象 绿色植物组成了巨型类似汉字笨的图案 这到底是鬼斧神功还是人工痕迹呢 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个图案既像汉字笨 多个井、土又像是手拉手的人 颜色也有别于其他森树很奇妙 作为这片神秘图案的发现者 琼来市马平村的村民高书仙称 自己在十年前就发现了这个奇观 但一直保守到现在 2015年7月上旬 高书仙通过卫星地图查看当地的地形 偶然发现了这一奇观 从卫星地图上看 神秘图案整体呈现西北向东南方向分布 在大面积的浅绿植物中 井字形、人形脉络和周围植物大行径庭 三部分图案最长边有400多米 最短的也有几十米 有了基站作为参考 高书仙发现 十年前看到的那些放射型图案 正是卫星地图上神秘符号的一部分 高书仙通过测距软件对图案进行了分解 神秘图案中中间一部分面积最大 长约400多米 构成也最为复杂 像由多个倒立的土字构成 东南部分图案最小 长宽在100米左右 像是手拉手的两个人 整个图案分布在大约1000米长 500米宽的长方形范围内 整体沿山顶向山脚分布 后来高书仙又通过无人机对这些植物进行拍摄 发现拍出来的图案和卫星图上出现的神秘图案是一样的 通过拍出来的清晰照片 还发现新称图案的这片树林高度比周边山树略高 颜色略深 看似一个笨子 面积约有5平方公里 这到底是自然形成还是外星人的麦田圈呢 高书仙还发现 神秘符号所出的位置正在北纬30度上 而这一纬度上也有很多自然界的未解之谜 如埃及金字塔 中东北海 百慕大三角 雅鲁藏部大峡谷 喜马拉雅山等等 关于图案成因 高书仙有这样几种猜想 猜想一 传说三国时期 诸葛亮曾到林穷查看 甲同肯直和开决火警情况 曾经乘坐木骑车上山眺望 因此在当地还有天车坡 望军顶等地名 神秘图案是否和当年诸葛亮屯兵西南有关呢 猜想二 距离马平村不远的蒙顶山 几年前也曾通过卫星地图发现过 类似人形的图案 马平村所在的山区旧称东盟 不知道他们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 猜想三 穷来历史上与穷州为名 华阳国志说 穷来山本名穷山 穷人自属入 渡此山 甚险难 男人独知 顾名穷来 但随着中原移民不断迁徙于此 穷人逐渐融合 迄今甚至连穷人的遗迹都难以确止了 这些神秘图案是否就是先民们的某种遗迹呢 但是也有网友认为 成都穷来市马平村出现的这个神秘图案 真的可能就是外星人给人类留下的符号 不知道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 关于外星人的话题一直层出不穷 除了麦田怪圈以外 各地还出现了另一种神秘现象 就是在空中出现神秘的黑色烟圈 这种现象也被解读为 是外星人给人类留下的神秘符号 下面我们不妨一起来了解一下 根据《太阳报》2017年9月1日报道 一个诡异的烟圈 如黑色戒指一般出现在苏格兰M9高速公路上空 该特殊现象也引发了许多人 对于外星生命的猜测 从一段视频中可以看到 黑色环状神秘物体漂浮在空中 而在之前在英国西约克郡 美国中部偏远地区和俄罗斯西伯利亚 也出现过类似现象 它被称为烟气窝 通过图片可以看到 这个黑色烟圈悬停在空中 几乎静止不动 一缕一缕的烟雾 从这个黑色的环状物体中散发出来 很多人认为这是外星人所为 还有的认为这是通过另一维度的传送门 据一个目击者说 他开车发现有个黑色戒指在天空飞 看起来有点像烟雾 但是是固体环状物 其实这种神秘的烟圈在2015年也曾经出现在 阿根廷布宜诺斯 埃利斯省北方的城市地格雷的天空 没人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对于这个怪单的现象 让在波多黎各 德福鲁托斯港口当地的民众感到迷惑 并造成了不小的恐慌和惧怕 当时这个怪象被数十目击者发现 并拍下照片发布在Facebook和推特上 这个黑色烟圈最开始有个坚实的圆圈线条 大约维持一分钟后被风吹散 不少看过图片的网友也纷纷联想到了外星人 虽然到目前为止 世界各地许多不同的区域都观察到黑色烟圈的现象 也有人提出解读 但是事实上真相如何仍然令人不解 上面这两个现象有人表示不得其解 甚至认为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更不可思议的事还在后面 请大家继续往下看 在2010年武汉上空突然出现一个神秘图案 当时武汉的目的者发现 这个图案赫然就是中国地图 当时有不少人用摄像机把空中的这一幕拍摄下来 大家看看这张图 是不是十分的清晰和逼真 据说当时在台湾和海南岛都能看到这个奇观 神奇的是 中国地图这个奇观 在空中出现了几分钟之后就消失了 但随后目击者又发现 中国地图消失后 接着在地图北京的位置出现了毛贼头像 而且非常逼真 空中出现的这两幅图案奇观 是空中的云朵在阳光下构成的 看到的人直呼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那个感觉就像有人在空中给大家放大屏幕电影似的 当时武汉某医院的医生 路上的出租司机 工地上的一些工人 用墨镜或电焊照都看见了 毛贼头像的奇观 大约在空中播放了15分钟之后 才渐渐的消失不见了 关于2010年这个奇特的异象 目前在网络上 用武汉、空中和中国地图 三个关键词同时搜索 虽然能找到一些标题的痕迹 但已经找不到相关的报道 已经被删除得一干二净 看来中共对此异象 又在一手遮天的进行封杀和掩盖 不知让中共恐惧的又是什么 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 是讲发生在2001年春天的一件神奇的事 黑龙江省建三江农肯局七星农场车队 61岁的退休职工 刘学顺家里养的两只鹅中的一只鹅 生下了一只刻着五个汉字的鹅蛋 其中四个大字写的竟然是神已来到 蛋壳下面刻的小字是王字 这蛋壳上的五个字 已经被专家证实是真实的 在当时也造成了轰动 但不让人信神的中共禁止媒体报道 其实我们翻阅一下中国历史就会发现 每当朝代更迭设计兴衰时 就会有异象发生 肇事天下 异象是神传达给人的特别指示 其实中共党魁暗地里都相信这些 江泽民上九花山求神拜佛 贪官争相改风水保命 毛贼在临死前对身边人员说 我相信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 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动 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 给人们预报一下 急有急兆 凶有凶兆 那么武汉上空出现中国地图和毛贼的惊人意象 预示着什么呢 就在武汉上空出现中国地图和毛贼头像的十年后 也就是2020年 中共病毒由武汉爆发 迅速传遍全球 给全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直至今日灾难仍然在扩大 全世界都生活在恐慌之中 这说明上天在提前用天象警示人类 中共是毁灭人类的魔鬼 它是人类一切祸患的根源 它将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只有认清中共 消灭中共 才能使人类拥有美好的未来 天是象 乏无道 不可不信 中国正处在改朝换代的前夕 气数已尽的邪党 异常巨变和上天的清算在即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请善良的中国人一定要做出明智的选择 摒弃邪恶 不与中共为伍 是远离劫难 获得平安的治举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更多精彩节目还在下集 感谢您的点赞 订阅 分享 如果您有什么感想 请给我们点评 留言